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 专董建模式陈龙老师 很多人说礼拜四放台风价 台股躲过一劫 该来的还是会来 今天来讲很多人说有反弹 有一些散热的股票 像见准攻上涨停板 这个有一点是这个 之前什么超导体 的利空 就是散热的利多 因为如果真的 什么超导体 变成是一个可以商用 在常温常压下 可以商用的话那不得了 那是第四次的工业革命 对不对 没有电阻 没有电阻就没有热的问题 那还需要散热干嘛 所以散热的股票 因为超导的 韩国的论文 这个很多人说那个实验室做不出来 所以呢那个便利空了嘛 所以很多股票跌停板了嘛 对不对 然后呢今天换这个散热的涨 对我来讲啊 这个都都是一个新闻 我也不敢讲说是真来假的 我也不是科学家 我当然是希望科技能够进步到那个程度 对吧 但是呢 这个目标远大 但是呢 路要慢慢的走 回来这个盘面上 我只跟各位奉劝一件事情 不要乱追高 好不好 你看你这两天去追那个 追那个什么超导的题材 你今天不就挂了吗 今天所有的股票都跌你满 那就像前一阵子去追AI的股票 今天全部都死了 人啊都是这样 当你在赔钱的时候 当你心里做多赔钱 然后很难过 很难熬的时候 你就会去抓浮沫 什么叫做抓浮沫 就是可能你自己还在受伤 但是呢 你看到左右邻居 有一些比较正面的消息 你就会把它放大 好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有AI股 对不对 但你的AI股今天是跌的 但没关系 见准是涨停满的 他也是AI啊 你就会有信心 尽管你的股票还是跌的 但是呢 他涨你就开心 对吧 但事实上 也不一定是这样子 也不一定是这样子 就好像好 我们台湾现在正在跌对吧 美国 你看哦 就业强劲 经济定心丸 所以你就会抓美国说 你看美国也很好 美国那么好 美股不会跌 美股不会跌 台股怎么会跌呢 所以台股拉回头 买点 这个叫做不懂总体经济 如果今天美国经济 真的那么好的话 那联总会不是 本来可能要不升息了 那又得再升息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事情 大家要稍微深入看一下 不要真的乱抓浮沫 就好像前两天台股一涨 大家都觉得 台股好像要怎么样 事实上不是这样 对不对 再讲一个 譬如说伪创好了 伪创今天盘中 拉到快 快平盘了 多少人又在追 你看今天成交上34万张 到底要怎么讲 很多人说AI股买了变BI 对吧 我说实话 人都会犯错 你前一阵子去 追高买了AI股 套牢 我觉得那个只是正常的错 就人都会犯错 但是 但是 这几天跌下来 你又再去什么加码 我告诉你 到时候你就真正 会变成很悲哀了 你就会真的变悲哀 你第一个错 无心之过 或者呢 这个大家都在犯一样的错 那没有关系 可是策略 接下来的动作 你做错 譬如说你越买越多 我之前 这个伪创 对不对 高档不敢买 或者我只买了五张 现在下来呢 我就买十张 买十五张 那到时候 你就会真的变悲哀了 你要相信我所讲的话 反弹是让你卖的 反弹是让你卖的 你有卖吗 我看这个量就知道大家都没有卖 我看这个量就知道大家都还在买 对不对 160都可以买了 为什么150不能买 150都可以买了 为什么140不能买 今天都破120了 什么不能买 这都还是走多 对不对 你看底下这个融资你就知道了 大家都还在买 股价已经回档30%了 你看这个融资有减肥30%吗 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落底的判断 我讲了个股 个股怎么时候落底你知道吗 个股 当它的股价跌幅 跟它的融资余额的减幅 差不多的时候 就是落底了 听得懂吗 假设股价从高档 譬如说最高161.5 现在跌到114对不对 以跌幅来讲 它大概跌35%了 甚至更多 我粗略算一下 35%了 那你的融资 也要减35% 那目前的融资 大概15万张 15万张 你至少减个三分之一吧 减个30几%对吧 那也要减到变10万张 就是说你那个黄线要到这个位置 好 这个前提是 它不跌了 它停在这里 那你融资要减这么多 才叫止跌 好 那如果它又继续跌 那你就继续比照办理 这样有没有简单 所以你可以观察 这样懂吗 不要去听谁讲 你电视遥控器拿起来 每个说AI可以买的 今天盘中连线哪一个不AI可以买的 都是啦 你只要套牢 你就会想要再加码 为什么 因为你很痛苦 你的成本在160的伪创 现在110几 你怎么想你都觉得 哇110几要再涨回去160好难 对不对 好 那我如果110几再加码一张 或者再加码一样的部位 那我的成本就变130啊 110几要再回到130让我解套就容易啊 对不对 所以大家会有这种心态 再讲一遍 如果你这么做就真的变悲哀了 越买越多就变悲哀了 我再举个例子啦 这个之前啊 很多人最推荐的 现在大家都买ETF啦 那 积极的人就买了什么 高股息ETF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高股息最近都买AI 好等一下我再来讲那个东西 那个是AI股的最大利空 好我等一下再讲啊 我先来讲那个 ETF除了推荐AI的以外 推荐这个 美债ETF 对不对 因为大家想啊 联储会不会再生息啦 对不对 那经济未来又要衰退 那殖利率呢 就一定会走低嘛 殖利率走低就是买债券会赚钱 所以呢这个美债ETF买很多 美债这20年的 20年的波动更明显 可是很 很可惜的今天再破底 为什么再破底 很多人说哦 因为惠玉 因为这个啦 性贫召调降对吧 再破底 好你这样看不出来 我给你看 最近这半年 它从13.2跌到今天最低9.6 这样跌多少呢 快三成 快三成 你说我就是保守 我才买美债啊 对吧 结果买美债不是温坦的吗 联储会都要降息啦 我买这个稳赚的 多少 网路上太多人在推荐啦 很多达人 对吧 存股达人 存债券达人都叫你买这个 这样也可以赔30% 我讲一句实在话 我就是因为保守 我才买债券 然后我买债券呢 其实我的期望报酬率 可能就比定存好一点嘛 5%10%我就很满意啦 结果呢 半年就赔了30% 所以没有那个稳赚的好不好 没有那个稳赚的 我告诉你 当你觉得毫无风险 当你觉得温坦 那就是过度乐观 那就是过度乐观 你都看过铁达尼昊的那个电影 铁达尼昊撞到冰山 到整台 沉到海里面 大概有一天的时间 所以你是有时间逃命的 你为什么不逃 因为你过度乐观 因为你认为铁达尼昊很稳 那是全世界最坚固的船 不会怎么样 就像现在也是一样 现在AI这一艘大船撞到冰山 你也觉得没事 AI的前景很好 我不否认AI前景很好 AI前景很好 跟台湾的AI股会不会叠这两回事 这两回事 不要拿那个东西来画大屏 AI股 这一艘船会不会沉 时间问题而已 好不好 时间问题 为什么 我跟你讲 最大利空就是这个 我刚才不是讲吗 大家最爱买ETF对不对 买美债ETF的现在赔 可能不到半年就赔30% 这个才惨好不好 00878 你说00878是什么东西 高股息 国泰永续高股息ETF 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太多人买了 非常多人买 现在的规模已经到达2000亿了 就是说 这个ETF 它手上的钱有2000亿那么多 2000亿新台币 好 那高股息嘛 那要买什么呢 全部买AI股 这个有点挂羊头卖狗肉你知道吗 高股息ETF 理论上买的人 他的期望就是每一年领高股息而已嘛 譬如说5%到10%的股息 对不对 这是我买这个基金的目的啊 但不是现在买的这些受益人 买基金叫受益人 他们是为了AI标股 我为什么说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你知道吗 你看 这种高股息基金一大堆啦 我今天只讲其中一档 最多最近最夯的叫 刚才就是这个嘛 国泰 台湾 ESG 永续高股息 这个 这个统计资料是一个月前 所以呢 现在的股票更多 你看他前五名 韦创 华硕 广达 光宝科 英业大 你说这没问题啊 他们叫高股息啊 听我讲啊 高股息就是 我不讲股息是什么 股息殖利率是股息除股价嘛 对不对 得到一个高股息嘛 一年前 这些股票都是高股息 一年前 为什么 因为当时伪创二十几块啊 广达五六十块啊 你听懂吗 他们的股价很便宜啊 所以你把股息除以低的股价 得到一个高的股息殖利率 对不对 但现在的伪创 伪创是二十几吗 伪创现在是一百多块呢 不是二十几啊 广达也不是五十几啊 广达现在两百多块呢 你的分母增加五倍到四倍 四倍到五倍 你的股息殖利率 就会打折啦 现在的股息殖利率 大概只剩下一%多到两%多 请问你 一%多到两%多 符合高股息 ETF买的标的吗 当然不符合啊 所以 在下一次调整持股的时候 这一些股票就会被卖出 我告诉你 这个量有多大 光这一档股票 伪创就持有14万张 华硕这么贵的股票 就持有38000张 广达持有68000张 以此类推 因为它们不符合高股息殖利率了 所以呢 在下一次调整的时候 会把它全部卖掉 全部卖掉哦 那请问你 下一次要什么时候调整 一年调整两次嘛 五月份调整一次 十一月调整一次 所以你就准备看看 好 我们先进入广告 回来好好分析 我们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 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书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台湾第一个财经验 台湾第一个财经 最后一位财经 是非凡商业台台 最后一位财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我刚才讲这个 你敢在太税头上动土 00878这个有100多万股民 就是它受益人有100多万 100多万大概相当于全体股民的15个百分点 台湾也顶多几百万的股民而已 100多万人有这个股 就ETF 就是因为大家都有 所以我要讲一讲真话好不好 你要特别的小心 你呢如果是因为AI股而买这个 你要小心 他们现在手上是一大堆AI股 一大堆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月前的数字 现在更多 为什么 因为现在伪创的比例不是6%多 是7%多 你看嘛 最新的是7.22% 好 所以呢 这个6%多还太少 再还要更多 所以如果按这样换算的话呢 这一档ETF 它只有伪创可能超过16万张 16万 那就这样想吧 16万张 如果它永远不卖 那你就算了 对吧 反正股票 在这个ETF手上也很稳定 问题是它会卖 它会卖 因为伪创 它的配息 除以它的股价 已经不符合高股息ETF的选股条件 一定得换 11月换 那11月换怎么办 这么大的部位卖出来 你觉得市场扛得住吗 很多说扛得住啊 你没看到伪创 今天的成价量多少 34万张 这34万张里面 大概五成以上当充 好不好 它实际上的买卖 可能就十几万张 所以不要太高看 伪创的消化能力 其他股票也是一样 其他股票也是一样 不止啊 这个只是我 我只是讲这其中一档 的ETF 类似的有七八档高股息 那更不要讲这个啦 融资 伪创的融资也15万张 这15万张也是不定时炸弹 因为当股票一直跌的时候 要补违值率 要补违值率 广达也是很高 广达也是非常高 广达四万 四万 接近五万张 然后最近呢 光宝科也冲上来 也在五万张 连我刚才讲的那个华硕 本来没有人要融资买华硕 现在华硕也六百张 你都要小心 都要小心 我不知道我这个提醒 有没有用 再讲一遍 AI伺服器 我在讲一遍 AI伺服器最精华的 就是那一个晶片 不管是A100或H100 那个最难能可贵 因为呢 要设计出那个晶片 要做得出来都不容易 设计是NVIDIA设计 做是台积电做 结果你也没有NVIDIA 你也没有台积电 你买的都是这些周边 周边就是买这个晶片来组装 看你要组装成什么 以前是买NVIDIA的晶片 组装成显示卡 现在是买NVIDIA的晶片 来组装成伺服器 不管怎么样 就是组装嘛 组装了不起吗 每家都会做 每家都会做 而且呢 还占你营收比重没有很高啊 因为会做AI伺服器的 也会做笔记型电脑 也会做手机 也会做iPad 你懂吗 反正电子产品我都会做啊 在你的营收比重很高吗 EPS很多吗 没有啊 都泡沫 很多人不服气 AI伺服器怎么可以说 什么技术含量那么低 不相信啊 你看这是今天的新闻 这两天的新闻 传说NVIDIA AI的订单 从伪创转给 转给红海 你有听过那个 NVIDIA说 我那个晶片 本来在台积电做的 我要转到三星 或者我要转到Intel 你没有看过这个新闻 对不对 因为台积电就最好了 我干嘛转 那怎么会有说 从伪创转给红海 因为 对NVIDIA来讲 伺服器 谁组装 很重要吗 如果伪创 开的代工价格太贵 我就转到下一届啊 因为人人都会做 人宝也会啊 音乐达也会啊 神达也会啊 中国大陆更多厂商会啊 那些什么你听过的立讯 立讯知道吗 他也穿iPhone公布链 他也会做啊 美国有一堆 你 我是NVIDIA 你们都帮我做嘛 做伺服器嘛 你的代工价格开太贵 我就转下一家 这跟苹果电脑 他在扶植他的苹果公布链 不是一模一样吗 苹果手机 以前可能是富士康代 后来找了伪创代工 后来找了合硕代工 现在找立讯代工 以后呢 可能又找印度的代工 不是吗 代工嘛 谁都会代工啊 对不对 我老实说 我说代工手机比较难好不好 代工伺服器 相对简单 如果跟手机比的话 那能做的更多啦 我凭什么 一定要伪创呢 我不可以广达吗 我不可以音乐达吗 我不可以人宝吗 我不可以红海吗 可以 所以虽然这个新闻是船 但是我跟各位讲 空穴不来风 他倒数你一件事情 NVIDIA 就像以前的苹果 他会扶植很多供应链 没有那个什么独家供应的啦 大家到最后就是杀价竞争 就是杀价竞争 所以没有你想的那么好 我再讲一遍 AI未来的愿景 什么CHAP GBT 带给人们的改变 这些我都认同 但是他受惠的公司 不会是做伺服器的 他应该是NVIDIA 或者你顶多算台积电 这我都认同 结果你不是买这个 你都是买那个周边 做伺服器 做伺服器零件的 你觉得这样对吗 我之前就拿这张来跟你比对 我说他是最受惠的 如果以广达来讲 广达是买NVIDIA的晶片 来组装成伺服器出货 他吃肉 你喝汤 结果你的股价涨得比他还多 你觉得有道理吗 有道理吗 他才涨15% 你涨130% 我讲是从6月份开始算 有道理吗 当然没道理 更何况这两天NVIDIA也跌下来了 对吧 这个是逻辑 现在大家很关心 你的空单补了 我的空单部位没有变 但我有换股放空 就是我有补 但是我又空 这样大家知道吗 有一些空单现在可以空 所以我补掉跌很多的去空那个新的 我还是满手AI空单 然后像这个创意我还没补 说跌那么多了 跌了几百块了 你不补 我就跟各位讲 我没有看到讯号 我没有 你说讯号是什么东西 我刚才不是讲说 谁还没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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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什么ETF高股息的还没卖 然后融资还没卖 我跟他还有一个人 你看哦 从这里到这里 已经跌掉几百块了 今天的创意又在创新低了 几百块了 真的是 600多块了 价差600多块 你看这个 叫自营商 你知道自营商现在手上还有多少创意吗 自营商 理论上来讲 他的部位可以为零 因为他不是发行基金 对不对 除非他发很多的什么认购权证 那他就要有避险部位 但是这个也不多 理论上他的创意是不应该持有的 他可以为零 如果创意行情不好 他可以为零 可是 他现在持有多少创意你知道吗 照大一点 7400张 创意一张 1000多块 7400张的创意 到目前为止还那么多 不要多了 砍个三分之二就好了 你看创意还会抵到哪里去 所以这就是我还没有卖的 我还没有回补的原因 还不需要补 好不好 他就好像一颗千球掉下去 我旁边的车表不是写千球还是乒乓球 你有打过乒乓球吗 乒乓球掉到地上很会弹 而且乒乓球你这样掉下去 他可以弹到原来的高度可能80% 对不对 因为他很会弹 他很轻嘛 千球就不一样了 千球你掉到地上 不但不会弹 还会在地上砸一个洞 我在想 讲什么呢 现在很多的股票 掉下去 到底是乒乓球还是千球 你当然希望是乒乓球嘛 对不对 乒乓球弹起来你还可以卖 但如果不是 如果是千球 如果是一波砸到底 如果是一波砸到目前为止 创意就是这样嘛 然后你看这个伪创 伪创我刚才已经讲 多方都有股票还没卖了 这边又多了一个叫自营商 自营商目前持有多少伪创呢 33万张 你又不是发行基金 你干嘛持有那么多的伪创 33万张 一样啦 卖个三分之二就好了 就20万张的卖压了 你看看 所以这个像不像千球 继续创新低啊 我一样空弹没有补啊 一样空弹没有补啊 好 所以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啦 AI是不是泡沫 财报公布就见真章啊 前几天为什么创意会跌那么惨 为什么伪创 现在一直跌 因为伪创的财报还没出来 一旦出来之后你就知道 然后呢 我最后提醒你啊 股市的地域你没有看过 这一波你可能会看到 地域的状况非常非常的惨 那怎么样做才能够赚钱 像我们一样 天价放空 我满手AI的空单 跌很多了 但是我还不想回补 我当然有一些换股放空的动作 但是我还不想减少我的空单部位 满手好牌何必呢 我希望各位都能够跟我们一样 成为股市的赢家 作对趋势比较重要 绝对不要预设高点 绝对不要摊平加码 不要越变越悲哀 好 越变越悲哀 祝各位超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